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角色为了各自的愿望付出代价 改写童话故事的幸福结局 本片网罗好莱坞细精 没历史脆谱 画老妆半丑 饰演可怕女巫 加上大野狼强尼代谱 王子克里斯潘恩等大咖演出 卡斯阵容坚强 金奖影帝克林佛斯在电影金牌任务 划身风度翩翩的特务 训练街头混混进入情报组织 联手对抗恶势力 克林佛斯为电影科训体能大受拳脚功夫 突破以往在荧幕上的绅士形象 票房男星山谬杰克森权势大反派 为了铲除人类做出疯狂行径 两大男星叠对叠同台飙戏 成为电影一大亮点 我确认 迎接新年假期 拨片赫岁党开跑 也是精神 洪恰恰许孝顺推出铁丝玉玲龙续集 两人找回老班底重出江湖 却发生连串惨事 展开效忠带泪的商演旅程 电影先前推出前岛预告 取笑说话声马尾女孩 Kuso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的 经典桥段笑点十足 为电影做出宣传 趁早别谈了 真难保 我难考 你考过是不是 喜剧天王诸葛亮第三度 挑战赫岁党 他在新片大喜临门再度当霸 因为不舍宝贝女儿临心如出嫁 从中作梗破坏婚事 饰演没人婆的李美兽 使出浑身解数居中协调 促成两个家庭结尾倾家 电影集结两岸人气演员 期盼再创票房夹击 中央社综合报道 祝大家新年快乐 养养新大运 接下来带您聚焦 在异乡打拼的客家乡亲 首先来到印尼 过去印尼禁绝华语教育长达40年 导致许多华侨后裔不会说中文 华侨吴冤昌为了传承祖先的语言 不惜自掏腰包设立华语学校 初期他遭受许多冷言冷语 还一度收不到学生 但经过六年的耕耘 现在全校已经有400位学生 华语都朗朗上口 大家好 印尼的华侨小朋友亲切地向镜头打招呼 还要说故事给大家听 印尼政府过去禁止华语教育 使得华语教学整整中断40年之久 现在印尼万龙的重仁三语国民学校 教印尼语华语和英语 小朋友传承华语 朗朗上口发音清晰 一扬顿挫分明 幕后推手是这位创办学校的客家华侨吴元昌 吴元昌和当地的客桥社团 2010年创办这所学校 回想起草创初期 挑战重重 最常遇到别人冷言冷语 质疑学校找不到学生 沦为文字学校 很大的阻力 你做这些学校什么东西 以后是这些地方 是养狗猫的地方 同时办学所需的资金 也是一大考验 老师他们没有领工资 还要购车马会 来交易 这些没有务资 创办的过程 说起来也是舔算不辣 我们从四个学生开始 四个学生开始 那时候每次开会 都有人会提出来说 这个肯定要亏本 就算亏本也要鼓励中文教育 吴元昌和华侨相亲 于是和老师承诺 会负责填补亏损 另外许多华人父母 根本不会说华语 观念上不重视华语 传承的重要性 也是吴元昌等人不断沟通 才让家长愿意 把小孩送来学中文 学校一开始只招到四位学生 经过四年 现在全校共四百位学生 吴元昌办学办出成绩 校说自己发挥的 就是客家人刻苦耐劳的 打拼精神 客家人是有贫苦出身的 所以在几个方面 他就比起其他的 我们就是要奉斗 要勤劳 一般心我们家里面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每个 不但是我们懒得 每个也是非常勤劳 吴元昌表示 现在华人子女都了解中秋节 过年等中华文化节气的意义 及内涵 让他最为感动 看着当初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如今已升上六年级 学校未来也会扩增国中部 吴元昌希望当地华人 能齐心合作 共同把华文教育的种子 在千岛之国的印尼 继续生根发扬光大 让这里的华人 都记得祖先的名字 说祖先的话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 雅架大报导 来自新竹的 秉持客家人应景精神 和妻子在南非旅居二十多年 便手知足开创一片天 多年来 赖心松成功克服移民遇到的 种种挫折 闯出自己的一条路 在立足南非之余 人不忘关怀弱势 也自我期许 取于私 用于私 尽己所能 伸出援手 刚开放有没有 黑人可以进城里找工作 他们所局细的就是 要找住宿的地方 那就建议我们办公室隔间 就住给他们 作为他们的单身宿舍 1994年 新旧南非政权交替 当时大多数人都不看好情事 纷纷抛售房产 赖心松却买下一栋 成旧办公大楼 以低价出租房客 他将心比心 体谅离乡背景 到普勒托利亚求学求职的人 能找到一个落脚处 赖心松提到 因为过去成长环境困苦 和黑人相似 更能体会他们的难处 也因此 你若是族群 结下不解之缘 因为我们乡下 说实在的 完全没有一件人事背景 就像他们黑人一样 从乡下之外 到动物尸体生活 因为又是客家化 讲客是客语 不会讲台语 基于互信互量 赖心松自己说 这些不是房客 是一种朋友合作的关系 彼此互相配合 成族纠纷还算少 他天天到这聊天 以过来人经验 更鼓励这些年轻朋友们 要多读书 想办法改变自己 也许跟我们客家的 传统观念也有 因为你要改变那种环境 你就必须逼迫自己去成长 成长的要件 也就是必须要吸收很好 要有接受很好的教育 吸收很好的知识 赖心松把重视教育的观念 延伸到房客身上 他不仅帮助弱势 在桥界推行海外华文 客家文化传承 更是不遗余力 成立南非客家青年团 让南非的客家人 有个归属感 常常举办活动 增进情感 像南非台湾客属联谊会 就有一支舞龙队伍 赖心松希望借着练习舞龙 凝聚年轻人的心 在异国传承客家文化 其实未来的我们年轻人 不要凭一时之兴趣 而去说我要把客家 怎么做下来 而是说遇到任何困难 要有那种使命感 我是客家人 我有责任或是有这个义务 要为客家这个文化 来做一点事情 赖心松表示 过去客家文化属于影文化 近年来在政府和民间大力推广下 已成为显文化 逐渐唤醒更多人 对客家文化认同 他期许全球客家人 能发扬客家人固有的应景精神 心存谦虚 为保存客家文化尽一份心力 中央社记者徐梅玉 普勒托利亚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新的一年扬眉吐气 洋洋得意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